请看概念五 概念五叫有理化分母 很多同学看到这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地方来讲 在数学里面有两种数很特别 一种叫有理数 一种叫无理数 什么叫有理数呢 可以化成分数的 通通叫做有理数 诶 注意哦 有些同学说老师那可以化成分数 整数算吗 整数也算 那当然分数算哦 有些同学说 那老师那小数算吗 小数可不可以化成分数呢 可以化成分数 只要可以化成分数的就叫做有理数 那有些同学就说了 那这个0.3333333 0.3循环 循环小数 算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呢 循环小数呢 它可以变成三分之一 所以它也算是有理数 只要可以化成分数的 通通都叫有理数 那再来到底什么叫做无理数呢 简单来说它不能化成分数 就是无理数 有些同学说老师什么叫做不能化成分数 比如说举例来说 根号2 这个不能化成分数 它是无限的小数 根号3 那有些人就讲老师那根号4呢 根号4是等于2的 所以根号4是算在有理数这边 因为它会等于2 那2呢可以化成分数叫1分之2 这样 所以根号4是有理数 那无理数是哪一个呢 比如说根号2 根号3 根号5 这些都是无理数 那你说老师还有其他的吗 那当然有了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圆周率π 这个也是无理数 因为它后面是无限不循环 所以不能化成分数 就是没有办法化简的这个方根 或者是π 或者是无限 但是它没有循环 无限不循环的小数 都是无理数 那所以什么叫做有理化分母 就是把分母变成有理数 把分母化成有理数 也就是说分母本来是无理数 要化成有理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根号2分之1 这个分母 分母 这根号2是无理数 要想办法化成有理数 你如果把分母化成有理数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叫做有理化分母 好 就是这个意思 有理化分母 就是把分母化成有理数 就这样 好 再来第二题 下列哪一个是最简根式 我们知道最简根式是这样 你分母不能有根号 为什么分母不能有根号 因为分母有根号 就还可以再化简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3分之根号2 分母它不是根号 它不是无理数 所以它是最简根式 但是根号2分之3 这个根号2分之3 它就不是最简根式 这个根号2分之3 不是最简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分母是无理数 那我们必须要把分母把它变成没有根号才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怎么有理化分母 怎么样把根号2分之3变成分母没有根号 旁边老师问大家一下 根号怕什么 根号怕什么呢 同学想想看 根号到底怕什么 比如说我写一个根号2 根号2怕什么 根号2怕自己 为什么 因为根号2乘根号2就会不见 根号就不见了 就变成2 根号还怕什么 还怕平方 因为根号2平方之后 就会变成2 那根号就不见了 所以根号怕什么 根号怕它自己 根号怕平方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根号就不见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怎么样把这个根号2分之3 把它有理化呢 那很简单 根号怕什么 根号怕它自己 所以呢 分母是根号2 你就再乘一个根号2 它就不会有根号 但是你不要只有乘根号2 你要上下都乘以根号2 这叫做扩分嘛 对不对 这叫做扩分 所以呢 如何有理化分母 就利用扩分的做法 分母是根号2 你就乘以根号2 好了 那根号2乘根号2就是2 分子叫做3乘以根号2 叫做3根号2 你可以这样写 你也可以写成2分之3根号2 这样的过程就叫做 有理化分母 把分母有理化 有理化分母 这时候分母呢 就没有根号 就只剩下一个2 好 这个后面呢 我们还会详细的跟大家说明一下 记得根号怕什么 根号怕他自己 根号怕平方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时候 那么 就算那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